這個有幫匯圖顧問的話 你可以看到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地方 一定前面加一個叫ACTIVE ACTIVE就是目前活動當中的這個工作表 ACTIVE SHOOT指的就是這個 指的就是工作表1 當然如果你要改成那個SHOOT也可以 如果你不用那個什麼ACTIVE SHOOT 其實這個地方你可以改成叫什麼 SHOOT 刮虎1也可以 如果你就跟他講 第幾個第一個工作表 或者是說裡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這個裡面雙引號 你可以把工作表1把它放過來這邊 就是說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名稱 所以如果你要指向工作表1 至少有三種三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用ACTIVE SHOOT 第二個就是SHOOT刮虎1 第三個就是SHOOT刮虎裡面放個名稱 這三個方法指的都是這個工作表1 OK 那當然哪一個比較簡單 其實有的時候反而真的ACTIVE SHOOT應該是最簡單的 為什麼因為就是這個啦 OK 哪一個 就是你目前用的這個就好了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在VBA裡面很喜歡用那個ACTIVE這個開頭有沒有 所以你會看到有這個錄製的時候會常看到叫ACTIVE SALE 就是目前你游標所放在那個地方的儲存格有沒有 或者叫什麼ACTIVE SHOOT這個還蠻常見的 或者叫什麼ACTIVE WORKBOOK目前的工作簿 所以這個ACTIVE其實還蠻常用到的 所以以後你看到ACTIVE就是目前你大部分指的是你游標所在的那個啦 OK 好 那底下的話有個這個Sharp實物件 Sharp實物件其實有點像是一個畫布啦 有一個有點像一個放圖的地方對不對 就是所以它是一個畫圖的一個物件 那畫圖物件裡面有個方法就 就是這個adchar顧名思義喔 就是你要把一個圖放增加一個圖啦 那這個圖的話實際上就是我們插入那個折線圖 那當然不一定是折線圖 反正各式各樣的圖都可以用adchar 那實際上當然呢 如果你舊的版本是adchar沒有adchar2 OK 那有什麼差別我後來發現喔 其實最大的差別有一個啦 就是如果你是adchar有沒有 那你版本可能是2010以前的版本 然後後面好像沒有加一個.slater 那其他好像我比過好像差異不大 差不多都可以喔 所以呢這邊的話呢 這個是它的 含有資料標記折線圖啦 OK 然後坐標寬跟高嘛 那第二頭的參數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如果有一個adchar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增加一個圖 所以如果有增加一個圖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下面就會增加一個叫什麼 Active有沒有發現又Active ActiveChar 那意思就是說 就是那個圖啦 哪個圖 就是我增加的那個圖 就是那個 含有資料標記的那個折線圖 然後呢 要後面有個set啦 set如果開頭是set的話 那相對的就是設定什麼 設定你的source data嘛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有個叫source 這個source冒號等於 這個source指的是參數的名稱 那後面的話就是帶著參數 不過喔 跟各位講喔 如果這個參數喔 假設說只有一個的話啦 其實跟各位講喔 source冒號等於這個是可以拿掉的啦 不加也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它參數只有一個 那一個就是它嘛 你就多加的話 等於是有點是多餘啦 所以如果你不加也沒關係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後面的話呢 它的range你會發現 工作表1驚嘆號 那你說老師 那那個資料喔 就已經是工作表1了嘛 那所以跟各位講 如果假設你畫的圖 跟資料是放同一張工作表的話 那實際上這邊是不用加的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喔 這邊是可以把它忽略掉 OK 那後面的話你會發現喔 這邊喔 那個錢的符號 其實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想要讓程式更精簡的話 其實理論上也不需要加錢的符號 為什麼 因為範圍本來就是可以用那個 就是相對坐標來表示 不用加錢的符號 所以啊 其實這樣有沒有比較清爽一點 欸 OK 看起來好像比較比較清爽 但是其實這邊有一個地方 應該可能還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的資料來源 現在是37 可是明天可能變38 後天可以39 所以理論上這邊應該要把它改成 向下追蹤的一個變數 不過啦 剛剛有同學講 我想說我們主要敵人還沒有先 我們要先針對比較重要的 這個的話是可能比較次要的 待會再處理好了 那我們主要是要處理什麼 就是美元折線圖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看一下OK了嗎 好有了嗎 所以呢 這邊其實你 我是建議啦 你乾脆已經做一個sab 那你就在旁邊的也加一個sab 加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 就是拿上面這個來複製貼過來 然後按右鍵指定一下 它就是美元折線圖 OK好你可以測試一下 這個先刪掉一下 按一下美元折線圖 有了耶 OK 所以你會發現 它如果放慢速度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好像是先增加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畫布有沒有 然後再把圖加進去 OK 好那第一個完成之後的話 那如果我假設希望 再增加一個所謂的人民幣折線圖 這個 人民幣折線圖 然後畫的位置 一樣是放在哪裡 放在它的下方 不能把它蓋過去 我希望放在 它的這個 第11列的位置 所以這個儲存格 應該是m11 有沒有 然後幫我把它放一個 也是10欄 也是10列 所以10列應該到這裡 20的地方 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那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來做 人民幣折線圖 當然其實這個地方 你不需要重新再錄製 因為重新錄製的話 很浪費時間 所以理論上 應該是可以直接拿什麼 拿這個來改 所以其實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然後把它改一個叫 人民幣折線圖 這個叫人民幣折線圖 那只是說 要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 其實寬更高應該不用改 主要是坐標 把它改成m11 這邊m11 然後範圍有沒有 data source這個 把它改成什麼 C嗎 對 真的會A1 B1 C 對 可是要怎麼做呢 試一下 我們反正先試一下給各位看 因為你看 A變成C B變成C 你想說應該理所當然 可是做出來的話 會變成兩條線 為什麼 因為上面這條線是美元 下面這條線才是人民幣 因為你已經把 這個 就是B欄也選進來 所以理論上 你應該要剃除掉 那個B欄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要剃除掉 B欄的部分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呢 Range它有一個方法 就是呢 你可以把它給它兩個範圍 中間只要加豆點就好了 所以呢 如果連續範圍 你有兩個的話 它的有點像這樣 如果你是用人 用那個滑鼠選的話 是這樣選 就是 先選A1 按續個鍵 再選 這個 A37 如果你要跳過它的話呢 變成你要再按C1 然後再點C1 對不對 然後再按續個鍵 再選C37 就是這樣 兩個 兩個範圍 OK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呢 那如果在程式裡面怎麼寫 特別是 對喔 你只要很簡單 先 給A1 冒號 A37 然後記得喔 這邊加個豆點就可以了 豆點 記得喔 不要把它分成兩個字串喔 一定是要連續的字串喔 你像之前有同學 就是把它切開 然後 變成前面一個字串 後面不行喔 OK喔 記得不要寫錯 然後呢 記得豆點 後面 把它改成就是 C1 再C37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知道說喔 你這個是兩個範圍喔 記得一定是這樣寫喔 記得就是 前後呢 是把它放在 同一個字串裡面 這樣才是對的 因為之前喔 我有看過我同學寫錯 他怎麼寫 他可能想說 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 喔 這樣好像是錯的 我記得喔 我們來試一下喔 試試看好了喔 這個蠻常出錯的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那也就是說我拿剛剛的美元來改 然後把這個刪掉一下 執行一下看看 會不會OK 應該OK了 好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樣跑出來 OK 我試一下好了 如果假設喔 我記得同學是有做錯的 他就做這樣 就是把它變成 這個一個字串 這個一個字串 分開來喔 那如果分開來的話 結果怎麼樣 我也忘記怎麼 我記得好像他是畫出來 一樣還是出錯 有沒有發現 我發現 我發現還是錯的 OK 剛剛沒有分開還是一樣 就是你變這樣 他還是錯啦 有沒有 所以記得一定要是這樣子 這個才是正確喔 OK 千萬不要做錯 差一點點都不行 這個地方 OK 好 那這樣做完之後的話 如果我希望喔 把底下的也全部畫出來 欸 那你可以整理出一些規則吧 有沒有 也就是這邊第一個喔 這邊M1嘛 那這邊M11嘛 那下一個應該是M21 31 41 對 所以第一個喔 你只要把這個變數的規則找到 然後讓它變出你要的這個值出來 欸 所以喔 第一個 那如何產生這個變數 OK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怎麼做 欸 那你說上面跟下面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跟各位講喔 上面這個喔 其實也可以改 改成跟下面一樣 怎麼改 A 有沒有 這邊怎麼辦 斗號 然後 對 就是B1到B37嘛 所以這邊改的B比較好 所以呢 這邊的話呢 第二個需要 改的變數喔 就是 第一次是B 第二次是C E是類推 那理論上應該到多少 應該到K吧 喔 所以喔 如果今天希望一個 兩個 三個四個一直往下的話 那首先喔 可能 假設我希望寫一個叫全部折線圖 那你必須要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喔 這邊這個變數 這個跟這個 因為這兩個一樣喔 還有這個變成這個 那這兩個一樣 這兩個變數解決的話 那全部折線圖喔 理論上應該OK了 不過 可能還是需要寫個回圈啦 因為總共有10欄嘛 所以可能需要一個for i 等於 1到10 OK 還有啦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地方的37啦 有沒有 這37其實喔 目前我們是寫固定的 可是呢 明天後天 每天都不一樣 所以 這個地方可能要把它修正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人民幣則獻圖喔